游民小学 创校70周年校庆祭运动大会 大会开始 奏乐 运动员进场 首先进场的是本校乐队 首先进场是东方国侠的儿童乐队 由一群热爱音乐以及表演的孩子所组成 由梁佩芷老师以及由少年老师所指导 这群表演的孩子都是利用 在五次休以及五休的时间练习 经常在校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今天让我们演出的曲目是 风风笑气族曲 请各位掌声欢迎各位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聚集团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为了庆祝本校七十周年乐队编换成数字七十的队型 并演奏生日快乐歌来祝贺东欢国小七十周年生日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精彩的演出 好 紧接着要进场了 是我们强而有力的东方国小家长伟论 我们掌声会家长会出场 本校家长伟议会由林庆皇会长所立居 成员有荣誉会长 独岛会长 家长委员以及顾问共五十六位 家长会扮演着学校与学生家长 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桥梁 让学校社区学生家长三者之间产生良性的互动 助使学校教育活动能够正常确定的推展 再次感谢家长会提供学校最坚实的后盾 好 紧接着要进场了 是我们东方国小最强的资源后裔 我们的志工团队 来掌声会他们出场 学校志工团队有志工128人 队长李立文小姐 目前共有家庭保护 绿化美化 特厚照顾 补救教学 武术会 生活名等救助 从清晨到傍晚 从平日到假日 校园里都有志工服务的声音 今天就有武术为志工投入服务的行业 全校师生感恩你的服务与奉献 好 第四个要细成的 是我们今年才刚成立的 东方国小校友会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武校校友会是由吴培坤校友所发起 吴东毅校友担任筹备会的主任 在今年8月20号正式成立 吴才中校友担任第一届的理事会 校友会的终止是 结合武校使热心校友 大家互相关闻 补助女照顾 并积极地协助武校发展 加配本校学籍 今年校友会也提供了 武校母女情境布置 集团救助奖助学籍 以及现级以上比赛 第一履的学生奖励 欢迎20岁以上的校友们 踴跃的加入武校友会 今天在楼上二楼的四厅教室里面 也有校友会的联谊 也欢迎各位勇跃参加 好